好,现在我们来开始介绍第三章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内容 那么在这一章一共是两部分的内容 第一部分我们将为大家介绍计算机操作系统的一些基础的知识 包括什么是操作系统,操作系统的一些特征 它主要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它相关提供的服务 还有在整个操作系统发展的历史上出现的一些典型的代表 那么第二部分是涉及到我们实际操作的内容 那么我们以Windows XP和Windows 7的操作界面为例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些关于具体操作系统里面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么这一部分的内容,大家要在平常的操作中通过实际来掌握 上面的第一部分内容,我们主要是作为理解 以理解的方式把各个概念区分清楚,这样就可以了 好,我们首先进入到第一部分关于操作系统的基本的一些概念和功能的介绍中 首先我们都知道操作系统在计算机整个的系统里所处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它是在整个的逻辑,也就是我们新买回来的这个计算机 上面没有安装任何的软件,我们称之为逻辑 那么在逻辑上我们安装的用来控制计算机资源 也就是软件和硬件资源的这样一个系统的软件 那么它负责这个资源的管理 当然也就是从用户的角度来讲 使得用户和计算机之间提供一个友好的这样的一个界面 方便的用户来使用计算机 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关于操作系统大概的一个概念 从实质上来说,那么操作系统作为一种软件 也是一种具体的叫系统软件 它的实质也就是一些程序或者是指令 就是一大堆命令组合在一起这样的一些集合 那么这是我们的操作系统 那么操作系统的话 那么它从两个角度可以来进行研究 第一个角度就是作为资源的管理者 第二个角度就是我们从用户的角度 大家可以通过这幅图看到 在整个的计算机系统里边 它包括的资源的话 事实上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 就是软件和硬件 那么我们通过操作系统 可以有效的来管理分配这些资源 得到使得这些资源的使用 非常的和谐和合理 那么从用户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么我们的操作系统是位于计算机硬件 用户它是要使用操作软件的 也就是说介于它们之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接口 接面的这样的一个层次 所以它是处在整个系统里头非常核心的位置 那么从这个层次结构来讲 那么在逻辑上我们对这个系统做第一层扩充 首先能让它运行起来 那么这就是操作系统它所要完成的这些提供的基础性的 系统性的服务功能所在 那么通过良好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系统使用界面 比方说我们现在流行的GUI图形用户界面 那么用户可以在使用计算机的时候 获得更好的使用体验 好 这是我们关于操作系统概念 大家需要了解的知识点 那么下面我们要看一下操作系统它所具有的特征 特征在这里我们主要强调的是这样的四点 第一点是叫做并发性 那么所谓的并发性我们简单的理解一下 就指的是在某一个时间段内 我们可能会有多于两个以上的这样的一些任务作业 或者说是进程 它可以使用计算机的资源 这是所谓的并发性 那么提到并发性的话 大家可能还会经常听到所谓的并行 那么并行是什么样呢 比方说我们在马路上四车道有四台车同时行驶 这就是所谓的并行 对吧 在我们的计算机中 那么要想实现真正的并行 那肯定是在你多CPU的情况下 每个CPU它完成一个相应的任务 四个CPU同时完成四个任务 这是真正的并行 当然在分布式系统下 因为它也是处于 因为它也是一种多处理机的这种状态 所以它也能实现这种真正的并行 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并发 那么像我们大多数现在的系统都是单CPU系统 那么所谓的并发呢 在实质上仍然是一个串行的概念 那所以呢 那么要理解这里呢 所说的两个词并发和并行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来说呢 并发呢 是一个呢 就是比较普遍的概念 那么并行呢 是一种呢 特殊的这个并发 因为它是真正的并行 不是呢串行 而这个并发 那么在单CPU的情况下呢 它在实际中 它事实上呢 仍然是一种串行 那真的是第一个并发 这样的一个特点 那么第二个呢 是共享 共享的话 因为呢 不管是我们真正的在多处理机下呢 实现了并行 还是在单处理机下呢 所谓的这个并发 就是呢 同时 同时在一个时间段内呢 会有很多的这样一些任务 进程呢 去享用这个系统的资源 那这就是呢 是所谓的这个共享性 比方说 我们呢 这个Word 现在呢 需要打印东西 对吧 使用这个打印机 那么Excel文档呢 现在也要打印一个文档 那些也要使用打印机 这样呢 就出现了两个应用程序呢 都要使用这个打印机 那么它可以通过呢 这个合理的分配处理 使得呢 这两个文档呢 都使用同一台打印机 就打印了 对吧 这是一种呢 共享 这种共享呢 我们称之为的互斥 只能说是 先打印完Word 或者是相反 肯定不可能同时呢 把Word和Excel呢 在同一个时间点打印出来 因为我们的CPU呢 只有一个 在单处理机的情况下 这是呢 共享 当然这个共享呢 还体现在可以同时共享 比方说 我们多个应用 它都可以呢 往这个磁盘上的存取数据 这呢 可能就是一种 非互斥的 这种呢 同时的共享 这是呢 共享性 下面的第三个特性呢 是关于我们的虚拟性 这是呢 操作系统呢 提供的一个非常有用的功能 比方说我们 在之前呢 讲计算机组成 结构里边提到的 这个虚拟内存 虚拟内存 这就是呢 操作系统 它所提供的一种 虚拟性特点 那么我们的计算机内存呢 在整个的计算机 系统资源里呢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呢 按照冯诺一曼 这个体系结构计算机 它这个程序运行的时候呢 这些程序数据 都是要进内存的 可是内存的这个空间大小 是有限的 随着我们呢 这个 同时运行的 这个就是说 这个并发的任务越多 那么对内存的 使用量会越大 可能呢 会出现的内存耗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操作系统呢 就可以呢 使用这种虚拟技术 就是通过虚拟内存 我们可以呢 把外存 就是硬盘上的一些空间呢 借过来 假装呢 是这个内存来使用 这是一种的虚拟性 下面呢 最后一个特点呢 是关于呢 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呢 这个呢 主要是从两方面来表现的 也就是说 对于我们同一个程序 那么即便是在呢 相同的输入 同样的运行环境下 可能呢 也会出现不同的运行结果 这是一个不确定性 还有一个不确定性的表现呢 就是呢 我们 比方说我们的任务作业 它什么时候开始运行 那么我们用户呢 什么时候呢 点进了某个菜单下 这些呢 都是不确定性 那么对于操作系统 你应该呢 能够呢 很好的对于这些不确定性的 这些操作因素呢 做出相应的响应 那以上呢 是我们介绍的操作系统的 这个特征 这四个特征呢 大家呢 记清楚它的这些特征点 那么如果可能的话呢 花一些时间呢 把它每一个特征点 大概的意思呢 理解一下 这一点呢 就可以了 好 下面呢 我们来介绍一些呢 操作系统的发展 还有它的分类 首先呢 我们来看发展 发展的话呢 从第二代计算机上呢 我们开始呢 有操作系统的这个概念 至今呢 操作系统呢 经历了这样的几代的发展 分别涌现出呢 好多不同的这种操作系统的模式 那么从最早期的 我们就是没有操作系统 也就是在我们的第一代计算机上 那个时候呢 因为我们的技术所限 而且呢 应用呢 也比较单一 我们不需要呢 使用呢 操作 我们没有这种操作系统的这种概念 当我们呢 在使用计算机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呢 就是呢 通过我们的达孔卡片 把我们的程序数据 记录在这个达孔卡片上 然后我们再通过呢 相应的这个卡片机 把这个数据呢 读给这个计算机 让CPU呢 需要使用 然后就可以用了 就是呢 没有这个 这个操作系统的时代 那么后期呢 随着我们的这个应用的增加 我们又出现了一种呢 叫做呢 这个拖机数输出的 那么在刚才 呃 就是这种操作系统呢 概念 基本上没有 而使用了手工操作的方式呢 来控制系统运行的时代呢 我们明显发现 那么 你的这个 手工操作 它的效率是比较低下的 对吧 而且CPU呢 呃 相对速度是比较大的 相对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呃 等待你这个达孔卡片 把这个数据呢 录入进来 这个呢 CPU呢 是一个极大的浪费 所以呢 我们就引入了一种呢 叫拖机数输出的 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 嗯 这个CPU处理 这些数据任务之前 我们可以呢 通过某些外围设备 外围机 哎 单独呢 去把这个 以拖机的方式 把这些数据呢 输入到 送到这个CPU呢 加拉要使用的 比方说快速的这些 纸带上 啊 磁带上边 那么这时候呢 CPU呢 在取用数据的时候呢 就不会呢 非得等待呢 这个 呃 达孔卡片 把这个数据呢 通过达孔卡片机呢 送进来 要等待非常漫长的时间 那预先呢 我们通过拖机的方式 把这些要用的东西呢 直接提供到高速的这些 磁带设备上 CPU用的时候呢 就可以呢 相对更快的取用了 啊 这是呢 我们第一代 基本上呢 是按这样的方式来进行的 那么后面呢 就依次呢 出现了这个 单道P处理 和多道P处理 也就是说 当我们呢 计算机呢 要运行任务的时候 我们说呢 它要进入内存 那么单道P处理的话呢 就是呢 我们每次 进入内存的这个任务作业 那只有一个 啊 这个作业呢 处理完了 从内存出去 然后紧接着下一个 这个时候呢 可能效率呢 是明显低下的 对吧 那么后面所出现的这种多道呢 那就是说呢 我们呢 要处理的这些任务 我们都一批一批的拿过来 拿过来呢 存在外存上 然后呢 刚才在单道的时候呢 我们是呢 进内存的时候呢 每次进一个 那么现在多道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依据呢 相关的一些策略 一次呢 进几个 对吧 这样它的效率呢 就明显提高了 它明显提高了 这都是属于呢 批处理 也就是作业呢 它是成批 成批的 形成了作业对列 而进内存的方式 不太一样 啊 就是呢 批处理系统的两种模式 那么下面两种呢 就是对于时间的响应 一种呢 叫分时系统 另外一种呢 叫实时系统 分时系统的话呢 主要就是在当时 这个计算机啊 那个 就还是比较昂贵的设备 那么 相关的一些用户呢 可能都是需要呢 使用这个计算机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呢 通过呢 远程终端 就带有显示器 还有一些 键盘这样的输入设备 就可以呢 分时的去使用这个中央 中心的这个计算机的资源 使得呢 每个用户呢 可以呢 分享到这个计算机 使用的这个资源 这呢 叫做分时系统 那么实时系统的话呢 是随着计算机呢 处理任务功能的强大 然后呢 应用种的越来越多 比方说呢 我们的这个联网 售票系统 对吧 火炮控制啊 还有这个卫星发射 等等 这样一些系统呢 通过计算机来实现的 实时控制的时候 它当然呢 需要呢 在控制运行的时候呢 实时响应呢 要求的是比较高的 这时候呢 我们就 开发的 相应的这种 实时系统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介绍的 关于呢 计算机操作系统的 一些发展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呢 操作系统的一个分类 分类的角度呢 有很多 那比方说 我们要是按这个 操作系统提供给用户的 使用界面来分的话呢 一类呢 是使用命令行 就像我们 这个微软的DOS 对吧 我们通过命令行 通过使用命令 比方说呢 我们要看一下呢 这个机器上的 这个IP的情况 我们可以输入 IP configure 对吧 通过这样的命令 来完成操作 它相应的来讲的话呢 对于呢 普通的用户 可能呢 使用起来呢 是比较难的 因为我们要记忆一些 相应的命令 那么另外一种呢 就是我们现在流行的 这种图形用户界面 像我们的这个Windows 对吧 引入了菜单 鼠标 这样的图形界面元素 图标 那么可以使得呢 普通的用户 不需要呢 学大量的命令 就可以呢 和计算机呢 完成交互操作了 那体现了 它的使用的友好性 那么下面呢 如果我们按照呢 操作系统 可以支持的用户 使用这个机器的用户 来分的话 可以分为呢 单用户 像我们的DOS DOS操作系统 那么 只有一个人呢 用这个系统 发布呢 相应的命令 然后指挥计算机呢 完成一些工作 就是呢 单用户 另外一种相对的呢 就是我们的多用户 比方说我们的Windows 对吧 那大家可以通过呢 账户控制 对一台计算机上呢 甚至多个用户 可以好多人呢 同时呢 都用资源计算机呢 来工作 那就是呢 多用户 按照呢 这个可以支持的运行任务 来分的话呢 又可以分为叫 单任务 跟这个要区别 一个是单用户 这是呢 单任务 还有一个呢 相对的来讲的 就是多任务 对吧 你比方说 在我们的DOS下 你敲一条命令 输入一条命令 然后呢 完成一件事情 那不可能说呢 同时呢 输入两条命令 一回车 让它呢 完成两件事情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呢 单任务 而在我们的Windows下 它是典型的多任务 那我们可以呢 一边听着歌 一边上着网 对吧 听歌和上网 这是两个不同的应用 不同的任务 这叫呢 多任务 那么其他呢 还可以按照它的功能 事实上呢 就是我们在刚才呢 前面的介绍 发展的过程中呢 所提到的 有的是一些批处理 我们把呢 要求计算机 现在处理的工作呢 成批的提供给计算机 对吧 给使它呢 形成一个后备作业对列 然后你通过相应的 调入内存的策略 是多道的 还是单道的 来实施呢 处理 就是呢 批处理 下面呢 还有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分时和时时 依据呢 你对于时间响应 是否呢 非常的紧迫 对吧 还有呢 就是我们在网络环境下 用到的网络操作系统 以及呢 分布式操作系统 这呢 都是一些 不同的功能类型的操作系统 好 这是呢 我们在这里呢 给大家介绍到的 这个分类情况 接下来呢 我们来简单的说一说呢 计算机操作系统呢 所提供的作用 还有那个功能 那么这一点呢 事实上在我们刚才介绍的定义里边呢 也已经呢 有了一些描述 那么整个呢 操作系统呢 就是作为资源管理者 对吧 这是呢 从管理系统资源的角度 那么 它呢 是进行呢 整个系统执行的话 它都是呢 在实行程序 对吧 所以呢 它在控制的程序的执行 从用户的角度来讲 那么就是呢 提供一个 人机交互的一个界面 所以呢 操作系统呢 呃 本身呢 它其实就是这样两大管理功能的啊 这一点呢 是从它内部执行的角度来讲的 因为呢 你要管资源 你要进行人机交互 最终呢 都是通过一些命令来实现的 对吧 这些命令呢 如何来有效的执行 哎 不发生了混乱啊 这些呢 就是呢 属于程序控制了 程序控制 呃 那么所以呢 我们可以呢 从两个角度来描述它的功能 那么第一个角度 就是资源管理 那么在计算机里头呢 有一些什么资源呢 无非呢 就是设备资源 还有就是呢 软件的资源 设备资源呢 是属于硬件的 而软件的资源呢 就是你的那些程序 数据 信息 对吧 哎 这是呢 我们的资源 作为资源管理者 协调这些资源啊 供哪些的设备 或者哪些进程作业 来去呢 使用 呃 那么下面呢 就是呢 呃 作为呢 这个呃 具体的啊 资源管理 那管什么呢 我们把这五条呢 要记清楚 首先呢 在计算机资源里边 最重要的 当然就是我们的CPU 主要处理器 那么你要呢 负责CPU呢 因为在单单核的情况 就是单CPU的情况下呢 一个CPU 那么它是要负责 整个系统的运行的 当我们呢 是有这个 并发任务过来的时候呢 那么哪些任务呢 是优先 由CPU响应的啊 那么这些呢 都要进行合理的控制 对吧 通过一些策略 进行安排 我们的CPU 要进行呢 控制和管理 下面呢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 主存啊 我们的这个内存 内存的空间有限 那么多任务的情况下呢 好多任务 都要进行内存的使用 那么我们如何呢 来实现呢 内存的分配啊 然后呢 调入调出 这些都是呢 要进行分配和管理的 下面呢 就是呢 这个作业的管理和控制 我们呢 多任务的环境下 后备作业堆里边 后备作业堆列里边呢 存在有多个任务 那么你依据什么样的策略 把哪些任务呢 优先分配相应的CPU资源 或者是内存资源 来得到处理 处理呢 这呢 是需要呢 进行很好的管控的 下面 内存里边的内容呢 需要管控 那么外存 外存里呢 有大量的文件数据 那么这些数据 怎么来组织管理 组织管理 你比方说 像文件名的命名啊 目录的管理啊 哎 这些呢 都是在文件管理头呢 需要做到的 那么最后呢 当然呢 就是我们的这些设备管理 我们的打印机 如何呢 和CPU呢 进行交互 对吧 那么这个界面接口 如何来设计 这些呢 都是我们在 设备控制管理部分呢 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在这几点里头呢 我们主要呢 记住 它这 它这几个点 然后呢 具体的内容呢 大家呢 就是以理解为主 理解为主就可以 好 下面呢 是我们操作系统 能够从服务的 角度来讲 提供的一些服务 操作系统呢 作为一种系统软件 它主要呢 对整个的计算器系统呢 提供一个基础 通用支撑的 这样一个作用 那么具体的服务类型 无非就是 作为硬件的 第一层扩充 我们刚才呢 在前面的图中 已经看到了 作为逻辑上 第一层扩充 那么 只有装了操作系统 上面呢 才能装各种应用 对吧 那你得提供呢 其他程序呢 执行的这个可能 另外呢 就是呢 我们的这个 外设 外微设备 那输入输出 这个呢 需要操作系统 以服务的方式呢 提供出来 还有就是呢 我们的外存 然后CPU的分配 然后呢 在整个的 不同的设备 还有呢 作业等等 与CPU进行交互的过程中 它存在的 通信的管理 还有呢 有差错 有差错 出错 怎么来检测 出错了以后呢 怎么进行的相应的修正 对吧 还有呢 我们在这个作业 就是后备作业比较多 那么如果呢 出现的作业征用资源的情况下 那这时候呢 怎么来进行处理 这都是呢 提供的一些公共服务的类型 那么从呢 这些 就是作业 使用的这个操作系统的角度来讲呢 我们叫呢 进行的系统调用 每一个进程都需要呢 进行的CPU资源 内存资源的使用 那么它怎么提请这个使用呢 通过呢 相当的进程管理服务程序 来实现的这样的功能的取用 那么当设备 文件 以及的通信过程中呢 发生了相应的这些 处理要求的时候 有这些设备 尤其是设备 有这些作业用户 提请相应的请求 给CPU 然后呢 给这个操作系统 要求的操作系统 来完成的相应的这些服务 就是呢 从两个不同的角度 来描述呢 这个操作系统的 所提供的这些服务 操作系统对于呢 用户来讲提供服务 那么用户呢 请求操作系统呢 那就是呢 提请一些调用请求 那真的是两个不同的角度 这一部分呢 大家呢 主要以理解为主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些呢 相关的题目 来巩固一下 刚才选得的 所介绍的这个内容 首先呢 第一个题目 问不属于操作系统的特征 那么这个呢 在我们刚才介绍的过程中 一共呢 说到了操作系统的 相关的四个特征 我们谈到了 并发 共享 虚拟 我们第四个特征 谈到的是什么呀 是不确定性 对吧 这个正好跟我们 知识呢 是相反的 好 下面一个 系统内同时 容纳多个用户作业 那么呢 这些用户作业呢 都放在外存上 组成一个后备作业序列 这样的操作系统 是什么操作系统呢 这个是我们的批处理 哎 就是呢 一批 来了十个八个作业 哎 我们给它形成一批 对吧 放在后备作业堆里头 然后呢 通过呢 呃 这个调用的这个策略 来实施 这个处理啊 分时是呢 多个用户终端 哎 然后呢 通过相应的分时操作系统 来控制 然后使用呢 这个中央处理器的 这个资源 那么实时操作系统 那你就想着 这些呢 实时呃 处理任务 像订票系统啊 然后呢 火箭啊 这个发射系统啊 等等 对于呢 实时性要求比较强的 还就是呢 要有 对于时间性要求比较强的 需要使用实时系统 那么网络操作系统呢 是在网络的环境下 比方是我们的CS 这种结构 那么在服务器上呢 会安装呢 这个服务器版本的 网络操作系统 用来呢 管理 这个整个的网络 提供了相应的一些服务 好 看一下下面一个题 开启操作系统 是要干什么 A 将操作系统 唤醒为工作状态 B 将Windows目录下的文件 自动打开 C 给计算机 接通电源 D 把系统文件 装入 内存 并用运行 那么我们呢 使用啊 或者叫 开启操作系统 事实上呢 就是呢 把我们安装在 外存上的 这个操作系统 里边呢 相应的这些文件呢 调入到内存 现在呢 就是操作系统 要运行了 因为我们的 缝统一曼机呢 它在程序运行的时候呢 都要进入内存 对吧 那么操作系统呢 就是一种软件 软件的话呢 它肯定是装在外存的 那么现在呢 这个操作系统 要服务了 要用了 它当然要进入内存 所以呢 这个选项呢 应该呢 是我们的D选项 好 这个呢 是我们的第一节 在介绍操作系统 基础内容上呢 给大家呢 总结的一些主要知识 那么在第二节中呢 我们以Windows XP 和Windows 7 这两种呢 在个人电脑上呢 流行的这个操作系统为例 介绍一些呢 相关的操作 首先呢 我们了解一些呢 关于呢 这两个系统里头 可能用到的一些 基本的术语 和一些操作的 这些名称 首先呢 我们看第一个 叫应用程序 那么什么叫应用程序呢 应用程序的话呢 其实呢 就是呢 能够呢 完成某一个功能的 对吧 就是我们前面呢 在讲软件的时候呢 讲到的这个应用软件 它是呢 面向特定功能的 特定功能的 那么 在我们的Windows 或者是DOS 这个下面呢 相应的应用程序 一般呢 都是呢 像Exe啊 或者呢 是Comm 这些一个程序 可以呢 直接运行了 直接运行 不需要提供呢 比方说其他的一些 服务平台的支撑 下面呢 就是一个叫文档 文档呢 就是呢 我们的这些 数据 数据的集合 或者叫信息的集合 你的Word文档 对不对 那么你的图像文档 你的Excel文档 对吧 这个呢 文档呢 都是呢 相关数据的集合 组织在一起 然后我们是把它存储在呢 外存词盘上 长久的保存 它里面的相关的信息 就是呢 文档 下面呢 具体的这些信息呢 怎么来存放组织呢 就是通过一种 称为文件的这种结构 组织在一起的 那么文件呢 我们需要有文件名 对吧 文件名呢 它会有主文件名 然后一个点号 然后加上它的扩展名 或者叫后缀 比方说呢 我们的这个Word文档 你可以起一个 Word文档1 文档1.2 在03下呢 DOC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文件名了 对不对 很多的文件呢 组织在外存词盘上面呢 那么它会呢 合理的组织起来呢 将来使用的时候呢 也比较方便 那我们可以呢 使它呢 创建下的文件夹 对吧 文件夹呢 可以分层次 相后呢 叠在一起 然后呢 使用 就是文件 主文件夹下面 可以有子文件夹 对吧 分文别类的呢 来保存我们的这些 文件数据 那么 这个文件夹呢 是Windows下 所提供的一种呢 比较形象的 这样一个 文件组织的方式 那么 原来在DOS下 其实呢 所谓的文件呢 它的这个存储的位置 我们是用这个路径来表达的 也就是呢 在Windows下呢 比方说 我们的 User A User A文件夹下 对吧 有这个User B 然后呢 还有C C下面就有D 对吧 那么我们看到的呢 是User A 一个文件夹 然后你双击打开 里边套着一个B 还有一个C 然后你再把B打开呢 套着一个D 对吧 这是呢 文件夹的这种呢 方式 就是Windows下提供的这种呢 查看方式 非常的方便 那么事实上呢 你可以呢 如果是在DOS下的话呢 我们这种方式 因为DOS下呢 它是一个基于文本的这种 操作系统 所以呢 我们是看不到这些图形界面的 那么那个时候呢 我们用来表达 比方说我们在D盘下呢 有一个A.TXT这样的文件 那么我们就要问 这个文件呢 它到底呢 是在哪个盘 比方说我们在C盘下 C盘下 那么它是在哪里呢 你会告诉我是在C盘下 User A文件夹下的B 然后在D 下面有一个A 对不对 那么在DOS下呢 这一系列从C盘 就是我们称之为叫根目路 到我的目标 所走的像走路一样 走的这一趟线路呢 我们称之为呢 叫路径 对吧 路径呢 分为了两种 一种呢 叫绝对路径 还有一种呢 叫相对路径 那我们的绝对路径呢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从根目路开始 根目路开始 从C盘下 我们的User A下面 然后呢 又到了B下面 又到了D下面 然后呢 有一个A.TXT 对吧 这是我们的绝对路径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种呢 叫相对路径 也就是假如呢 我现在呢 就待在这个D 这个D文件夹下 我们说呢 D下呢 有一个A.TXT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 相对路径了 相对路径 真的是路径的概念 好 下面就是一些呢 基本的操作 基本的操作呢 因为Windows呢 是一种的图形用户界面 所以呢 它支持鼠标操作 常用的单机啊 双机啊 右机啊 拖动啊 等等 这是呢 最主要的这个 鼠标操作 那么除了呢 鼠标操作以外 那么一些常用的操作 我们希望大家呢 通过键盘 也可以使用 这也是呢 在考试的时候呢 经常考到的这种 键盘组合键 组合键 需要呢 记住的有哪几个呢 比较常用的 也是呢 经常考到的 比方说保存 那么我们的这个 资源管理器系统菜单下呢 有这个文件菜单 对吧 下面呢 会有相应的这些 像保存啊 打开啊 新键啊 这样的一些菜单命令 但是呢 如果你记住这些 快捷键的话 会使得 你在操作的时候呢 非常的方便 保存 要记住是Ctrl加S键 然后呢 还有就是复制 Ctrl加C键 粘贴 Ctrl加V键 剪切 Ctrl加X键 这是我们在文档 操作的时候呢 经常用到的 复制粘贴剪切 那么在我们进行 工作撤销的时候 有一个叫Ctrl加Z键 那就是进行撤销 还有我们在大段文本操作的时候呢 需要全部选中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Ctrl加A键 那么其他的 像我们要打开任务管理器的话 你可以呢 用Ctrl加Alt加Delete键 然后呢 进行呢中文英文切换的时候 就是这些输入状态切换的时候 用Shift加空格键 可以呢 进行全半角的切换 通过呢 Ctrl加ESC 可以呢 进行呢 显示菜单的显示工作 还有呢 我们的Alt加F4键 可以呢 对于呢 活动窗口先关闭等等 那么在这几组 这个快捷键里边呢 这个之前的这些呢 一定要记清楚 已经多次考到了 后边的这几个呢 尽量能记住 那样是最好的 好 这是呢 我们的键盘操作 那么后续呢 还有一些呢 常用键盘上的一些功能键 比方说 我们的ESC 任何的任务需要取消 都可以按 在一般呢 是在呢 键盘的左上角 对吧 下面呢 还有就是呢 在这个主键区上面呢 有一排功能键 F1 F2 F3 对吧 这个呢 它是完成了 像一些特殊的功能 这个跟相应用到的软件 这个呢 会有一些差异 还有一个呢 在中键区的上边 有一个呢 Print Screen 就是呢 屏幕烤屏 我们现在呢 屏幕上的内容 需要呢 拷贝下来 那么或者是 我在我们的机器上呢 没有相应的屏幕 抓图软件 这时候 你就可以用这个 Print Screen 来完成一些 简单的操作 比方说 我们要把 整个屏幕烤下来 那么我们就直接按 Print Screen 但是如果屏幕上呢 有一个窗口 我们需要下来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 加Alt 加Print Screen 那么它可以呢 把相应的内容呢 复制在剪贴板上 然后你可以呢 再把那个内容呢 比方说 就用Windows里边 安装的这个画图 把它粘贴出来 然后呢 在里边呢 进行一些简单的编辑 这是呢 可以呢 取代 简单的这个 屏幕的这个 烤屏的这些 软件的一些功能的 好 下面呢 是当我们如果需要 使用数字小键盘的话 我们要按一下呢 键盘上的Num Lock键 这样的数字小键盘呢 是可以使用的 最后呢 就是呢 我们在文本 使用的时候呢 如果有些文本 是不需要的 那我们可以呢 将它相应的 这些信息呢 进行删除 用键盘上的Delete键 真的是键盘里边呢 常用的一些个键 下面呢 在Windows里边呢 比较有特色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菜单了 它把 用户和操作性 有交互的这种交互方式 以图形的方式呢 就是你凶鼠标 点一下这个菜单 点一下菜单里边的菜单项 就可以了 而不像是之前呢 用到的DOS的话 你必须要输一些命令 你如果输错了的话呢 这个功能呢 当然就实现不了了 通过菜单呢 来控制整个呢 对于呢 系统的这个使用 那么在Windows里边的菜单呢 大致呢 是分两大类的 一类呢 叫下拉式菜单 还有一种呢 是叫弹出式快捷菜单 那么下拉式菜单的话呢 那么是呢 在顶层上面 有一个顶层的菜单条 那么主菜单 我们一点 它会呢 下拉出一条 对吧 里边呢 是相应的菜单项 所以呢 它顾名思义呢 叫下拉式菜单 那么下拉式菜单里边呢 每一个菜单项上面呢 它都会有一些 特殊的这些标记 那么这个呢 我们一会儿呢 也会谈到 大家要注意 你比方说 这个位置 对吧 有一个字母 加下画线 这个事实上 是我们的热键 对吧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要使用 这个菜单的时候呢 我们如果用鼠标的话 你点一下 单击一下 它就下拉出来了 如果不用鼠标的话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可以按一下 alt键 加后面的这个键 比方说 我们是要打开 这个文件菜单的话 那就是alt加f 对吧 这是呢 叫热键 然后呢 在这个菜单项后边 这种键 我们称之为是快捷键 我们要使用这个功能 比方说 一般呢 在我们的编辑菜单里 会有呢 剪切复制粘贴 这样的功能 那么我们不打开菜单 去用这个功能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用 刚才前面介绍的 这些快捷键 Ctrl加C Ctrl加V Ctrl加X 就可以实现 这样的功能了 对吧 这是快捷键 那么在菜单上呢 还会有其他的 你像呢 这个向右的黑色小箭头啊 省最后啊 这都是我们在菜单项的 上面需要注意的内容 稍后呢 我们会说到这些内容 这是我们的下拉式菜单 下拉式菜单 下面呢 还有一种呢 叫做这个弹出式菜单 它是呢 在某一个界面上 通过呢 鼠标右键 就可以弹出呢 相应的这些菜单 这叫呢 弹出式快捷菜单 那依据呢 你所在的位置不同 你的菜单的内容呢 肯定也会有一些差异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来说一下呢 这个菜单上呢 看到的这些 相应的符号 那么菜单呢 旁边有这个小黑三角 就像我们在这里呢 所看到的这种 那么这呢 就是表示呢 我们后面呢 有集连菜单 对吧 有第二集 或者甚至呢 后面还有 还更深层次的这个菜单 那么有省略号的话 菜单项后面 有省略号的话 比方说 假如在这里呢 有省略号 那它代表就是呢 这个命令呢 它里头呢 有一些复杂的选项设置 它会呢 给你弹一个对话框 弹一个规划框 然后让你呢 依次的进行设置 也有呢 就是说在菜单前面呢 会出现这个对勾 那表示的是呢 这个菜单项的功能 正在使用 还正在使用 这是呢 菜单项上面呢 常常看到的一些个 符号含义 符号含义 最后这一条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那就是呢 在主菜单 顶层主菜单旁边 会有一个括号 加一个字母 一般都是大写 下面加一个下滑线 这叫呢 热键 我们按一下 out键 out和这个字母键 就可以使用那个菜单了 那么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这种组合键 一般都是control和shift 加一些其他的字母键呢 组合在一起的 具体的功能呢 会依据呢 具体是什么样的键 什么样的功能 依据你软件的不同 会有一些差异 好 下面呢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在菜单项后面 有点号 有这个省略号出现以后呢 它会代表 里面呢 有对话框 对话框呢 可以呢 对相应的这个菜单项的功能呢 进行一些更全面的设置 出现的对话框 这样的一个窗口 下面第二条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呢 这个两种操作系统的典型的界面元素 那么在XP里边呢 下面呢 这是我们的任务栏 在任务栏的前端 这是我们的开始按钮 对吧 是我们整个呢 进入操作系统的一个入口 在旁边的这个位置 就是在任务栏的左侧一点 这个是快速启动 那么我们一些常用的应用 我们可能呢 会创建桌面的快捷方式啊 或者是呢 我们从这个开始里边呢 就可以使用了 这可能会觉得有点麻烦 那么我们就可以呢 放在这个快速启动里头 因为呢 任务栏一般总是在前端显示的 这样方便用或者使用 那么在任务栏的这一侧上面 是通知区 对吧 我们的系统的时间啊 日期啊 网络的连接啊 等等 这个呢 相关的图标都会在这里显示 下面 桌面 这个是大大的桌面 对吧 桌面可以设置背景 桌面上这一些 那么我们称之为的是桌面图标 那么上面呢 带有一个这样箭头的 我们称之为的是 快捷方式 对吧 然后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活动窗口 活动窗口 这是我们的标题 对吧 这是呢 主菜单 然后下面有一些呢 按钮 然后呢 这个是我们的具体的 窗格显示的这个内容 这是呢 在XP下 我们看到的桌面 还有它的活动窗口的一些内容 下面呢 在Windows 7下面 基本上呢 差不太多 差不太多 那么只是呢 在Windows 7 当时呢 提供的时候呢 提供了一很好的一个 桌面工具 还有桌面小工具 在这呢 出现了 还有呢 就是呢 它在这个资源管理器 打开以后 那么 它所呈现的这个方式呢 和Windows 7呢 稍微呢 有一些不同 其他的这些内容呢 大致相同 就是呢 我们在桌面上 了解这个不同 在资源管理器上 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 Windows 7 那么它出现了这个组织 这样的一个下拉列表 里边呢 可以呢 对整个的界面元素的设置 还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对吧 然后呢 这是它左侧的窗格 那么右侧呢 是它相应的内容 然后呢 它把这个搜索 搜索的功能呢 列在了这个位置上 就是呢 在Windows 7上 资源管理器打开以后呢 典型的一些特点 那么在XP下 那么它直接呢 就可以出来这个顶层的菜单 在Win7下这个菜单呢 是可以选择出现 或者不出现的 对吧 然后呢 这个任务窗格和这边呢 基本上呢 是比较相似的 那么它这里头呢 没有直接提供这个搜索功能 就是呢 XP Windows 资源管理器的 一个简单的界面 好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呢 对于呢 文件和文件夹的这个操作 所需要的基本操作 这个呢 大家呢 在复习的时候呢 可以呢 多练习练习 就是这些 新建啊 选定啊 复制 移动 重命名 然后删除 恢复 还有就是搜索 这些相关的功能 因为我们考试的时候呢 是卷子啊 纸面考试 所以大家在操作的时候呢 要把自己操作的这个步骤 用到什么样的菜单 这个呢 要进行总结和归纳 要不然呢 考试的时候呢 出在卷子上呢 我们可能就 跟实际的操作呢 就对不上了 这样呢 可能就会出错 好 下面呢 我们来说一下呢 整个在文件使用的时候 我们说呢 文件呢 它是信息组织的一种方式 文件呢 它会以文件名的方式呢 存在 那么文件名 命名的时候 那么它有这个主名和扩展名 扩展名的话呢 就是呢 这个应用系统 它所规定好的 那么主名呢 是由用户自定义的 命名的时候 有一些规则 首先第一个规则呢 就是在长度上 那么 Windows支持的长文件名 可以呢 最多呢 有255个字符 通常来讲 我们可能都用不了这么多 对吧 意思就是大家知道 可以呢 支持长文件名 然后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呢 这个文件名名的时候 里边呢 允许的这个字符 你可以有字母 有空格 有数字 有汉字 或者是一些符号 然后呢 因为字母呢 是不区分大小写的 那么是可以有一些符号的 比方说 我们有一个下话线 对吧 我们有一个A 下话线 E Doc 这些下话线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符号呢 你不能瞎用 对吧 有一些符号 这个就不能用了 都哪些呢 括号 书线 斜杠 大于小于 心花 斜杠反斜杠 冒号问号 那这些呢 你就不能用在文件名里了 因为呢 它都有一些特殊的用途 比方说心花 那么就是我们是做通配符来用的 我们在搜索的时候 比方说我们要搜索 C盘下呢 所有的这个EXE文件 那么你就可以呢 在搜索框里写 心花.EXE 对吧 这个呢 是通配符 对不对 意思就是说 这个名字呢 字符个数 我不知道 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就是呢 反正是后织是EXE的 主名 不限定 这些都是我要搜索的目标 所以呢 它就有了特殊的意义了 你就不能能在你的文件里边呢 出现文件名里头呢 出现这个心花这个符号了 这一点呢 需要大家呢 记住 具体的这个文件扩展名的话 我们说呢 依据你使用的这个软件不同 而有所不同 一些常见的文件类型扩展名 大家还是需要记住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word文档 这里呢 这里呢 所列到的Doc呢 是我们2003 乃至以下版本所用到的扩展名 那我们的 现在呢 流行的2010的话 我们用到的扩展名呢 是Docx 这个要记住 那么下面呢 XLS呢 是电子表格Excel的文件扩展名 对吧 这也是03 这也是03 包括以下版本用到的 那么等到呢 10的时候呢 我们用到的是XLSX 对吧 它的是不太一样的 PPT 这是呢 03 包括以下版本的这个演示软件 演示文稿软件 它用到的文件扩展名 那么10以后呢 就是PPTX了 对吧 它会有不同 下面呢 我们的记事本 Windows里边记事本 所写的这个文档 那么你保存的话 它的扩展名就是TXT 就纯文本 纯文本文件 那么后面 还有 你像呢 我们的压缩文件 RAR 对吧 网页 HTML 还有呢 我们用这个 Adobe Reader 这样的PDF阅读器 能够呢 使用的这种PDF文件 相应来讲 比方说我们的Word文档 里边还有很多的图片 使得那文档本身的 这个容量呢 是比较大的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可以呢 保存成PDF 那么它的文件呢 大小呢 会大幅度降低 方便呢 我们如果进行 网络传输的话 下面呢 还有呢 我们常用的通过 AutoCAD 就是CED制图软件 制作出来的这些软 制作出来的这些文件呢 它的后缀呢 是这个DWG 还有呢 我们刚才所说到的 可以直接执行的 应用程序 EXE 还有呢 COM 对吧 图形文件 我们记住呢 Windows下呢 默认的图形文件的格式呢 是BMP 其他呢 还有一些常用的像GPG啊 还有GIF 就是网页上流行用到的这些文件 还有我们的Flash SWF 以及呢 Windows录音 录音机那个工具 所录出来的默认的这个声音文件 就是波形文件 WAV 那么这些呢 是一些常用的文件扩展 后缀类型 大家呢 注意呢 记忆和区分 接下来呢 我们来介绍 就是呢 在Windows里头用到的一种呢 叫NTFS的这个文件系统 那么这个呢 简单了解一下 因为呢 在早期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系统上用到的是 FAT的格式 FAT的格式 那么从呢 这个NT开始 包括呢 你像XP啊 之上的这些温期啊等等 它的整个文件的存储格式系统呢 都采用全新的这个NTFS 那么在这种系统下呢 它相比以前的这个FAT的这种格式呢 做了很多的改进 其中呢 我们最常用到的就是呢 在这个存放 这个文件的时候 它支持的大容量呢 就是说呢 你的文件容量超过4G的话 这个在原来的FAT系统下呢 这个呢 是放不了的 那么在NT下呢 它是可以的 就是在我们的NTFS这种格式下呢 是可以的 那么在我们进行硬盘呢 格式化以后呢 我们说要选择呢 它的这个系统 文件系统 你到底是FAT还是NTFS呢 这个需要注意一下 如果呢 你用到了NTFS格式的话 那么这个是不能改回到FAT的 还就是说呢 它不能直接改回去 那FAT呢 是可以呢 通过呢 转换进入到呢 NTFS的 它是 转过去呢 它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这个大家呢 在就是计算机装机的时候 安装操作系统的时候 让你选这个文件格式 你需要呢 注意一下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控制面板 控制面板呢 我们是进行一些系统的设置 相应功能完成的这样一个区域 我们在XP下提供的这个控制面板 还有呢 在温期下提供的控制面板 大概呢 有几项 我们平常呢 自己总结一下 一些常用的 比方说 我们的体现Windows的 这个多用户的这个功能 可以呢 在这个部分呢 进行设置 对吧 还有呢 我们的这些 计算机外观 像桌面啊 等等这些内容的设置 都可以在这些地方来进行的 相应的设置 把这两个呢 比较一下 刚才这个多用户呢 是在这里 对吧 然后呢 其他的像网络的设置 刚才说到的外观的设置 这几个常用的功能 都知道呢 它是在哪里进行设置的 了解一下 好 下面呢 是这个Windows 2 提供的这个附件功能 它提供了一些常用的 你比方说 画图啊 计算啊 一些文本操作 这都是呢 在它的这个附件里头 所提供的 还有呢 像这个娱乐啊 通信 以及呢 进行了系统的那些管控 你比方像磁盘碎片整理啊 然后呢 这个 这个清理磁盘啊 等等这些功能呢 都是在附件里头呢 提供的相应的 辅助工具 辅助工具 在XP和N7里边呢 都有相应的内容 那大家呢 了解一下 当我们机器上呢 没有安装箱的软件 比方说 我们没有装Photoshop 要进行简单的图像处理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画图 对吧 类似这样的一些功能 好 最后呢 这个呢 是关于呢 这个多媒体 也就是说呢 我们的Windows 推出以后呢 它是呢 相对以前DOS下 只能能做一些文本 简单图形处理 它的功能呢 非常的强大 你可以把这些非文字的 这些媒体数据声音啊 然后呢 图片啊 静态的图片啊 动态的一些视频 进行很好的组织和应用 它所提供的 多于一种媒体以下的 这个组织处理 那就是说 它所提供的多媒体管理 默认的有一个录音机 还有呢 这是进行呢 媒体生成 对吧 录音程序 来生成一些声音文件 播行的 WAV 后织是WAV的 这些声音文件 那么对于已有的文件 那我们可以呢 进行播放 所谓的一个播放器 Windows MIDI Player 还就是呢 进行呢 媒体应用 其他的 除了声音这种媒体以外呢 图片 图像的媒体 我们说了 视频可以通过这个来 播放 对吧 这个图像的话呢 我们有这个默认的 这个画图工具 可以呢 进行一个简单的使用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些 相关的这个题目 在XP系统下 剪切命令的快捷方式 这就是我们刚才呢 在讲述的内容中呢 让大家特别记住的 这些个快捷键 我们现在要剪切的话 我们应该用到的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的 Ctrl加X 对吧 Ctrl加X 下面一个题 录音机程序 所生成的声音的扩展文件名 也就是说 Windows默认的支持的这个声音文件 它是用的是 Viv 对吧 那么其他的 Mid 这是呢 音乐 这是数字声音文件 还就是那种 像我们的那个 八音盒 出来那个声音 比较简单 对不对 真实感不是特别强 BMP呢 是Windows下支持的 默认的图片的文件格式 TXT 我们刚才呢 说到了 它是通过记事本 记录的这种重文本文件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呢 就是在资源管理器下 我们看到呢 计算机磁盘驱动器的一些状况 对吧 我们先看一下 它的这个选项 A 没有硬盘 B 有两个硬盘 C 有一个硬盘分区 D 问现在看到的磁盘总存储容量呢 是682GB 我们来回来看一下 那么在这里头呢 如果没有硬盘的话 这个地方呢 就不会有相应的硬盘的 实际硬盘的显示了 对吧 那么这里所看到的是 硬盘的分区 现在分成C区和地区 它的文件格式呢 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NTFS格式 呃 这个分区里边呢 是341GB 这也是341GB 那么前端呢 是呃 就是剩余的这个容量 对吧 这是我们看到的信息 然后呢 呃 这里还看到了可移动存储 呃 就是我们的DVD 还有呢 ROM 呃 这两个呃 这个光区 还有相应的光区 呃 根据呢 我们现在呢 看到的状况 我们再回来呢 选一下 呃 他说没有硬盘 这简直不对的 硬盘是看到的是两个分区 而不是两块硬盘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实际安装的硬盘 到底是一块还是两块 这是没有办法确定的 下面呢 总的存储容量 我们刚才计算一下 这个呢 是正确的 好 再看一下下面一个 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 可以存放超过4GB的 单个文件的系统格式 这个是我们在刚才呢 讲述内容中呢 介绍到的 这是我们的NTFS 对吧 它可以支持单文件大容量 呃 下面在文档中将电子邮件要替换成email 应该使用下拉的菜单里边的哪一个 这个呢 有同学可能会说 那么我们也不知道呢 到底是什么软件 事实上呢 大多数能编辑文档的这个软件 如果你要完成这种替换 关于呢 呃 这个文字内容的这些操作的话 比方说复制粘贴剪切这样的工作 事实上呢 它都是呢 在它的这个编辑菜单上 会有这样的一些功能的 啊 所以呢 这个呢 是属于文档的编辑啊 好 我们看下面这个 呃 Windows桌面属性改变的是什么呀 桌面的话 就是我们打开这个操作系统 最初呢 呈现出来的刚才那个桌面 桌面里边呢 事实上呢 是对于显示器相关的 这些属性的设置 如果你要在控制面板里去找的话 刚才是在我们的外观 对吧 外观的话呢 这是属于呢 显示器相关的设置的 好 下面在Windows中 将当前活动窗口 复制到剪贴板上 哎 这个呢 是用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些呢 键盘上特殊的键 要用到的是 Print Screen 对吧 可以进行考评 当然现在呢 提到的是一个活动窗口 我们不是把整个的屏幕 都Copy下来 只是呢 活动窗口 这个时候你要记住 它要配合用到这个 Alt键 就是两个键的配合使用 如果呢 单独用Print Screen的话 就是屏幕上什么 看见什么 它就把它都给Copy下来了 这个要注意区分一下 好 在Windows中 对文件和文件夹的管理 是通过什么来实现的呢 文件和文件夹管理 那就是系统资源了 只不过是软件资源 对吧 资源的话 那么通通呢 都是在我的资源管理器里头 这个可以使用 当然也可以通过桌面图标 比方说 我的电脑 这是在我们的XP Windows XP下 对吧 那么在Win7下呢 就是我们的计算机 在桌面上呢 有一个计算机的这个图标 在里边呢 你打开以后 事实上也就是呢 资源管理器的那样一个窗口 在XP下 画图应用程序呢 是以什么格式 存储文件的呢 画图呢 它用到的是 BMP 那这个呢 是Windows默认的图片文件的格式 BMP 在我的电脑中 如果需要选定多个非连续的这个文件 这个时候呢 用到的组合键 那么如果是非连续的话呢 这个呢 我们用到的是Ctrl键 这里头呢 提到的这个操作呢 就是我们在选择文件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以呢 用鼠标 然后呢 通过这个区域选择 那么另外呢 也可以呢 用这个键盘配合鼠标 那用Ctrl呢 然后呢 按下Ctrl 然后按相关的这些文档 它不连续的 它都可以选中了 如果你按Shift的话 那是首尾 那选择的是连续的一些文档 这个注意一下 在Windows中 如果菜单向后面带有黑色的三角符号 这个我们刚才说了 在菜单向里面有些特殊的符号 小黑三角呢 代表的是 它会有下集的紫菜单 下集的菜单 这个呢 是我们呢 整个呢 在操作系统这一章呢 所介绍的内容 在这一章呢 所介绍的内容呢 大致呢 是分成两部分 第一大部分呢 就是一些基础 一些关于操作系统的这些概念 特征功能和类型 那么其中呢 要求大家特别掌握的 就是呢 像概念 对吧 我们从资源管理 服务用户 程序控制 这样的三个角度 来去给它呢 下这个概念 事实上呢 也就是它的这个功能 就是这三个角度呢 提供给用户 这个功能 还有呢 就是它那四个特征 我们刚才有一道题目里头呢 考核到的这一点 关于呢 它的类型 那么就是呢 分不同的类型 我们主要掌握呢 通过呢 这个mini界面 还有呢 同时使用的任务 还有同时使用的用户 这几个常见的角度来分 那么剩下呢 关于呢 这个发展的话 就是呢 从早期的手工管理 到这个批处理 然后到我们的实时分时 这样一些系统 它大概的特点 大家呢 做一个了解 嗯 在这个下面这一部分呢 就是呢 实操 实际操作中呢 需要掌握的 这个呢 就是提示大家呢 在平常操作的时候呢 要留意 进行总结 因为我们考试呢 是券面考试 所以呢 要能对得上 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 桌面 还有窗口 对话框 菜单 特别要注意呢 键盘 键盘那些组合键 要记清楚 都考了好多次了 关于呢 文件和文件夹的 一些基本的概念 文件命名的时候 主名 能用多少个文字 长文件名是否支持 对吧 还可不可以用一些 特殊的符号 那些特殊符号不能用 都是一些什么符号 还有一些常用的 这些文件的扩展名类型 这个要了解一下 然后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操作了 操作的话呢 我们推荐大家 以这个XP和温7 因为现在流行的这个温7 来作为呢 主要的操作类型 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操作的 这个Windows的 这个操作的版本 大家有时间呢 可以呢 了解一下 好 那么在第三章的这个介绍 我们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